无腹无脱 腹是用绳索捆绑起来 脱呢是解脱 把绳子解开 你的自由了 这是佛在经教里头 常常用这个名词 来比喻烦恼 是以 无明烦恼为父 以断获贤真为土 这经上常讲 特别是仙教 断烦恼真菩提 烦恼就好比神速 把你捆绑起来 你不自在了 你不自由了 动弹不得了 断烦恼就把神速解开 你解放 你得自在了 那就这个意思 而未知无明与发心 本为一体 发心如水 无明如冰 现象 虽说 旧其本体 这无明之病 具体是发心之水 这跟你说真话 教你了解 四世真相 烦恼跟菩提是一种四肢 所以这个地方的比喻 把佛心 比喻做水 把烦恼 把烦恼 这无明烦恼 比如说冰 冰 在适当的温度下 它是水 液体 如果临度一下 它就结成冰 那冰还是水 水也就是冰 冰水是一不十二 烦恼跟自信是一不十二 如果烦恼 真的也是断掉了 那个麻烦扩大了 那自信没有了 哪有这种道理 所以了解真相 了解四世真相 烦恼跟菩提是一 生死跟涅槃是一 不是二 那那么水跟冰 怎么回事情 温度不一样 那烦恼跟菩提呢 迷雾不同 一装四肢 迷了叫烦恼 物料叫菩提 人生 这也正在世界 物料的时候 就是涅槃 迷了的时候 就是生死 生死跟涅槃是一 也不是二 迷雾不通 于是我们就体会到 祝佛菩萨对我们最大的恩 帮助我们破密开悟 破密开悟就把冰融化成水了 就把生死变成涅槃了 烦恼变成菩提了 就这么会死 致上 就说 我们下来的 解释了 我们下来的 我们下来的